第三百四十一集 陸優小聲地問唐婉兒 有沒有聽清楚方位啊 唐婉兒輕輕地摁摁頭 然後就慢慢地向着拱門的反方向移動 我不知道他想做什麼 就很好奇地看著他 陸優見我好像很疑惑地 就小聲地說到 他就是要翻牆進去做低那四個槍手 蛤?裡面烏登黑火那樣 他行不行啊 陸優掩摁頭就說 放心啦 沒問題的 他一路說一路看著唐婉兒那邊的動靜 眼見唐婉兒開始向上擒 陸優禮手開了兩槍 將這邊的走廊燈全部打開了 但是這個時候整個院裡頭 黑媽媽那樣的 我再想去看看唐婉兒爬了上去沒有 但是一時間還未適應這片黑暗 眼睜睜但什麼都看不到 我閉上眼想盡快適應這片漆黑的環境 但是我就聽見有幾聲輕轟 陸優就說 入去吧 接著他就帶著我衝進去 我現在已經蒙蒙濃濃的可以看到一些影子了 我覺得有個人就在我們面前 只是打算提醒一下陸丘 那个人就说 幽哥,怎么走 哦,原来是唐婉仪 那陸丘就说 跟我走,他们应该还在附近的 我不知道陸丘为什么会这么熟悉这里 而且他怎么会这么肯定 他们还没摔佬呢 我很想问一下他的 但是又怕他心里边有其他想法 于是我就将心中的疑问又试吞回去 陸丘带着我们在黑暗之中慢慢向前行 终于,见到里头有一座小楼那里是穿着灯的 他就说 他们应该就在里面了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就问 你怎么会知道呢 唐婉仪轻轻轻地说 这个丸子是姨妈设计的 我这样才明白 他为什么会这么熟悉这个丸子 但是我还是问 你怎么可以确定他们还没走呢 陸丘就说 珠哥,其实你只是乱了阵脚 不然的话,你也可以想透其中的原因 我就尴尬戒戒地笑一笑 他又说 这帮人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底势 那又怎会知道我们有多厉害呢 他们安排了这么多枪手 那他们自己当然会很安心地在这里等好消息啦 我听了他的说话之后 都忍不住拍了一下自己的后尾枕 是啊,这么简单的道理 我居然想不到 换成我是他们 如果有这么多道阻击线 我亦都会很努定地在这里等待胜利的消息 于是我闹头就说 啊,原来是这样 你看看我 真是懵了 唐婉仪就笑着说 别拍了 再拍啊 以后真的不等死的啦 陸丘就说 我们从正门冲进去啦 他们应该没什么防备的啦 嗯,他们一定想不到 我们会不会来到这里的 我们轻手轻脚地来到了门口 接着陸丘就一脚伸开了门 然后我们就这样就冲进去 里头只有四个人在里 除了那个妖妓之外呢 还有三个男人 他们见到我们冲了进来 似乎是很出乎他们的意料 全部都握了眼 我们的窗口现在是对着他们的 他们动都不敢动 我笑着地跟那个妖妓说 哼,韩哥妹,我们又见面啦 这阵时,她那件皮衣已经脱了啦 里面是穿着一件雨白色的冷衣 不过肩膀那里就红了一颗的 那应该就是跳楼那阵时 被唐婉仪的暗气所伤 她冷冰冰地看着我们 你们居然还没死? 是啊,还在生啊 怎么样? 带我去见见你们的乐会长啦 别指望啊 有本事就杀了我 唐婉仪就说 你以为我不敢啊 说完,她一眼冲到那个韩国妹面前 啪,就兜巴掌上去 狠狠地刮在那个妖妓的臉上 刮到她,嘴角都滲出了血 韩国妹硬吃了这一巴掌 半边的臉都红了 她就说 有种的,就告诉我你们是谁 不用在我们面前扮狼死啦 被你狼死的人,我们见得多啦 这个时候,她身边一个大只佬 忽然间举起了一把刀 子弹器都还没来得及斩下来 她的眉心就已经钉上了一颗黑点了 我根本都没看见唐婉仪是怎么出手的 就很好奇地问了 婉仪啊,你用的是什么暗器啊? 佛珠 哎呀,罪过罪过 你竟然用佛珠来杀人? 他们不下地獄,谁下地獄啊? 为他们超渡,也算是我罚慈悲啦 韩国妹家下,吓得面青口唇白 她知道今天是撞正了铁板 我走到她面前,就说 怎么样?想清楚了吗? 带我们去见你们的乐会长 我们就放你一马 真的? 你放心,我们说话一向都算了 那她就咬咬咬咬,点了下头 然后又向后退了两步,才说到 我带你们去都行 不过,你们要把这两个人杀了 这个女人竟然要我们杀了她的两个手下 我走走眉头,心想 这个女人心肠这么恶毒 看来真是不可以留下她啊 陆幽望了我一眼 那我就点了下头 心里边虽然是有点不忍心啦 但是想想下 她们都不知道为黑龙会做了多少 伤天害理的事啊 死得一点都不冤枉啊 陆幽的出手就很快 那两个人应该都没怎么感受到痛苦 而那个韩国妹 见陆幽隆隆隆隆就杀了两个人 她甚至连被梁上边都滲出了汗 唐婉仪就说 现在你可以带我们去了吧 韩国妹咬吞头就说 嗯,我只能带你们去地头 我不会和你们一起进去的 可以,没问题 虽然我是这么说 但其实我心里边 已经有了浓浓的杀意了 这个女人 我是絕对不能再让她有命下去 就单凭她对手下的人都这么狠毒 他应该都算是个人物 不过这样的对手 留下来 就只会是伤害到我们自己的了 就是这样 我们四个人上了车 陆丘就问 去哪儿 韩国妹就说 知道升丘浸 陆丘也都没有认到他 而是直接踏了辆车 就开出了公路了 没过得多久 我们就见到了升丘镇的路牌 陆丘问 在什么地方 金色年话 陆丘依然都没有多说什么 车车直接就向着目的地开过去 金色年话 原来竟然是一家夜场 我们下车之后 韩国妹就说 他每晚都会在这里 八八八包箱 我就不和你们进去了 你承认过我的 我点了一下头 但是 我就向着唐婉仪打了个眼色 唐婉仪自然是明白我的意思 那韩国妹见我点头 轻转身就走人了 当他就来跑到条街的转弯角的时候 唐婉仪挥挥挥手 韩国妹就整个塌下落在地上 她挣扎着地转转头 望着我们一眼 接着就彻底玩完了 我们三个人进了夜总会 立即就有服务员过来 问我们有没有订位 我就笑着说 请问八八八号包箱在哪里 服务员用疑惑的眼神 望着我们一眼 我就说 我们是洛生的朋友 是他请我们过来的 服务员听我们这样说 连忙换了一副嘴脸 啊 原来是洛少的朋友 能不能冒没问一下 你贵姓呢 我灵机一动就说 我姓方 那个服务员听见我这样说 笑容就更加灿烂了 啊 原来是方生 洛少已经等了你很久了 我见他这样的反应 也都心中一惊 洛少居然在等方家的人 那会是谁呢 我和陆幽交换了一下眼神 他也都很迷茫 那服务员就带着我们 来到了八八八号包箱门口 在门口那里 站着两个神高神大的大只佬 他们见到服务员之后就说 笑出 有什么事啊 那服务员呢 就只是笑笑口感 并没有理他 而是轻轻地敲敲门 房里头 传来了一把很年轻的声 谁啊 洛少 是方生他们来了 请他们进来啦 服务员就准备开门给我们 但是就被我拦住了 我和他说 这里没有你的事啦 对啦 有什么事的话 我们会再叫你啦 那他就认了一声 然后有点疑惑地 望着我们一眼 就另轻轻地离开了啦 欢迎收听 长篇原疑小说 迷离档案 粤语版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集继续 第342集 我们拥开门进去 房间里头有三个人 其中有一个 看下去很年轻的年轻 坐在梳化上边 而另外那两个呢 就站在他身后 那个年轻 看到我们进来之后 就站了起身 望望我们身后就问 七仔呢 我就淡淡地说到 我叫他先走 他望着我 就说 你就是方涛先生了吗 原来 他是约了方涛 而他竟然又没见过方涛 于是乎 我灵机一动 闹闹闹闹就说 洛公子 乐堂主是不是 幸会了 方先生说笑了 你是军界妖元 乐村能够有幸见到方先生 才是乐村之福 我在梳化上边坐下 陆幽和唐婉仪 都挺懂得演戏的 他们两个就动在我身后 声音都不出 这个乐村看上去很文弱 很散的样子 又戴着副金丝冷颈 他在桌面上的啤酒 倒了一杯给我就说 不知道方涛先生 这次来杭州 是路过啊 还是专程有事请教呢 我听他这么说 看来他就不单止是没见过方涛 也都不知道方涛这次过来的目的 那我就在心里面量量一下 究竟应该要怎样回答他好 那当然 最关键的是 要尽快从他口里面 打探出我们想知道的消息 因为一旦真的方涛来了的话 那就穿了锅了 甚至乎连我们想安全地离开 都没那么容易的 我思考之后就说 不知道邱感书的事 乐少认为如何呢 我在这里猜 邱感书的事 一定是跟方浪有关的 那以方涛的身份来过问一下 应该都没什么不妥的 果然 乐村就答到说 我早就打探出 他就躲在萧山区 古老野那里 我已经安排了人手 去将他带回来的了 哈哈 乐少果然是少年英雄 做事雷厉风行啊 嘿 那倒是多得方浪先生 在老爷子那里美然几番而已 不是的话 都轮不到我来杭州这边说事了 这次方浪两家的合作 都算是挺愉快啊 二哥要我问一下你 你们乐家内部 有没有什么人站出来唱反调啊 而你们又有什么打算啊 乐村勺中我一眼就说 那这些我就不清楚了 畢竟是乐家的核心团队 我还不够资格接触啊 这一点 方浪先生应该很清楚啊 我心中一惊 看来我的说话引起了他的疑心 我就嘻嘻地笑笑话 这一层你又不懂了 二哥他这样 是想将你抽入去乐家的核心层啊 所以才会考究一下你而已 想要入乐家的核心 你不熟悉乐家所有的人事 那又怎么得呢 这个乐村眼里头 流露出一丝起色啊 是真的 方浪先生真的愿意帮乐村 入乐家的核心层啊 我点了下头 又说 不过你的表现 真是令我们很失望啊 你竟然跟我们说 说对乐家的高层情况一无所知 那就说明 你本身就没有这样的想法 和根本都没有努力过 不是的 其实我对乐家的事 也都了解一点的 只不过是怕荒沙 说我野心太大 所以我才不敢乱说而已 这些不是野心 是上进心啊 不想做将军的士兵 就不是好士兵了 我们希望我们扶起来的是一条龙 而不是一条虫啊 我面上边 没有任何的表情 而乐村听了我的说话之后 额头上边都流了汗啊 是的 乐生批评得对 乐村以后一定会注意的 我知道 这一下 他刚才那些疑慮 应该全部都消失了 我就说 那么就将你了解的情况 过来听听听吧 看看和我们掌握的是不是一样 乐村掩握头 好认真地说道 我听说老爷子 是极力反对乐家和方家合作的 所以乐哥和水哥的压力都很大 那么除了老爷子之外 还有谁是比较强烈地反对 乐方两家的合作的 特别是对我们的合作 进行了干扰和阻扰的 嗯 乐眼和乐河 他们处处都会和我们作对的 水哥已经在想办法对付他们的了 嗯 你可以知道这些都已经很不错了 记住啊 要随时注意一下乐家的动向 凡事都要上心点 想要入乐家的核心 就一定要花费一定的精力 和时间去打好基础才行的 乐村连亡就闹头了 我又说 我还有些事要做 就不错了 走先了 乐村连亡站起身就说 啊 你这样就走了 既然来到了杭州 说了都玩回几日 得我尽在地主之宜啊 不用了 我身上最有要务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对了 你就留在这里了 不用送了 我不想太张扬了 那乐村就停下了脚步 说 那方先生再会了 方先生 请慢走啊 我们三个人 出了夜总会大门口 回上车之后 看到后边街角那里 已经围满了人 而且还有两部警车 停在那里了 我看了六丘一眼就说 是韩基条斯 被人发现了 没了警 我们先离开这里再说了 那我们的车 就离开了星桥镇 打到回府了 唐苑仪在车上边 忍不住笑而已 猪哥 你弄得真是太刺了 在那的乐村 都吐了 鹿丘就说 我还以为 你是想把乐村带走 我们想知道的东西 都知道了 带他走做什么呢 而且我们三个人 想从那个酒吧那里 出回来 虽然就不算太难 但是他是约了方涛的 谁知方涛身边 会跟着什么人物呢 鹿丘又问 那我们下一步 应该怎么办呢 嗯 明天一大早 我们就走了 去下一站 鹿丘啊 我现在最担心的 是他们黑龙会的势力 已经滲透到每一个角落 如果他们利用黑龙会 来实施暗杀计划的话 那我们除非有三头六臂呢 不是的话 根本都来不及施救的 那鹿丘说的东西 也都正正是我所担心的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他们就占尽了 天时地利人和的了 我就面无表情的说 那也没办法的 我们都是唯有尽人士 安天命的而已 唐远仪就说 我们得到的信息 由相当比他们得到的 要少得多 恐怕会处处失去先机 陆右一边开车一边说 你们对那个洛家熟不熟吗 都知道一点点了 那洛老爷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呢 洛老爷叫做洛成宪 陆右一边就只说了这样一句说话 然后就合回口了 但就是这句说话 令到我无比那么震惊 洛成宪 竟然是前国家的四号首长 不怪不得说洛家的势力 比陆家更厉害了 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 我就只知道洛家的华夏商企 但是就从来都没想过 把他和洛成宪这个名字 联系起身 那我又问 洛家现在从政的还有谁 这一次是唐苑仪回答我 地位救攻的 有心莫部的副部长 洛建军 财莫部的副部长 洛建英 我现在心里 真是苦过弟弟 六亿雷啊六亿雷 你这么搞法 就是想送我去死而已 欢迎收听 长篇原疑小说 迷离档案粤语版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集继续 第343集 当我们回到去的时候 陆休就问我 知哥 我们下一站要去哪里 我想一想就说 去安徽奇门 我们今晚就出发了 不是说明天早上吗 我领一领头 不行了 我们的时间已经拖不起了 现在对我们来说 必须要争分夺秒 赶在洛方两家前边 我们回到入屋之后 邓坤就问 怎么了 有什么线索墓 唉 这件事果然又是 跟放浪有关 不过更麻烦的是 这件事居然牵涉到 京城洛家 洛家 难道是洛成軒 他没有再继续说下去了 我点一点头就说 是啊 就是这个洛家 哇 那真的认真麻烦啊 那我们应该怎么算好啊 我们要抢时间了 如果在他们前面 找到剩下的那些人 你们准备一下吧 我们今晚就连夜出发 邮錦书听过说 我们今晚就要出发 他就问 在哪里啊 去奇门啊 你们去找繁新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曾经是最好的朋友 我望了他一眼 曾经是最好的朋友 那就说明 后来一定是出现了什么误会 又或者是什么不愉快的事呢 那我就问 他现在还在吗 奇门啊 在的 一定在那里的 他似乎 不是在回答我的问题 而是在自言自语的 那看来 他和繁新之间 一定是有着一些 很有趣的故事 我就说 准备一下吧 我们一会儿就出发 他没再说话 另转身 翻翻入房 而我就 还扔出一只手机 打了个电话 给六亿女 喂 陆大少 我们找到优感书了 我现在准备连夜 赶到奇门 去找繁新啊 哈 你是可以的哦 我还以为 你只需要一头半个月 才会有线索的 真的想不到 你居然可以这么快 有件事 我想你应该一早就知道的了 什么事啊 就是洛家和方家 两家合作的事 电话那头的六亿女 沉默了一会儿 才开口说 你已经知道了 嗯 其实我不是有隐瞒你的 我都是这两天才知道的 我不告诉你 是不希望你心里有压力的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你那边的麻烦 应该有一半 都是来自于洛家了 对不对 嗯 是啊 我要你将洛家的洛宴 和洛河的资料 给一份我 你怎么会想着 要他们的资料呢 我听说 他们是极力反对 甚至是阻挠洛家和方家合作的 而洛水现在 我现在只在想办法对付他们 我觉得 或者我们和他们 是有合作的可能的 那没问题 我会叫人把资料查出来的 到时候 我就接送E-mail给你 好吧 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你们也是啊 说完 我就收了线了 其实 我在听洛川讲 洛宴和洛河的时候 我就有这样的想法了 要找到他们 并且和他们合作 一起对付 洛方两家的联合 只不过 就是不知道 他们肯不肯的 说完那边 是他们的家族 也是他们的亲人 不过我还是想试试 有时候 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这一条定理 还是行得通的 在大概半个钟头之后 我们离开了杭州 我在车上就问邱感书 邱老 你可不可以找到 范生住的地方 他望着我一眼就说 你和范生之间 是不是出现过什么误会 这些是我和他之间的事 你们两个 不会是情敌的吧 你怎么知道的 他刚刚说完 马上就觉得自己中计了 他没有资格 做我的情敌 当时 如果不是因为我经常都忙于工作 业灵 又哪里轮得到他 那业灵 应该是他现在的老婆 是吗 又敢说 听见我敢问 一面黯然地说 业灵 已经死了 他一直留在奇门 就是因为不舍得业灵 奇门 应该是业灵的乡下 是不是 是啊 他一直以为 是我害死了业灵 所以后来 一直都不和我来往 但是 我又有什么可能会害死他呢 就算他最后是选了凡身 但是 我从来都没有恨过他 相反 我一直都在内心里面 是希望凡身 可以对他好点 给他幸福他 他越说越小声 就好像在这里和自己说话 我轻轻地问 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你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